看动画 兔妈妈有四个孩子 小灰、小白、小黑和小花 一天,兔妈妈拿出四张纸 分给了每个孩子 看他们能用纸做什么 小灰用铅笔在纸上画了两棵树 又画了两朵花 小白拿出圆珠笔 在纸上写了一个大字 又写了一个小字 小黑用纸折了一只小鸟 这只小鸟看起来就像真的一样 小花看看小灰 看看小白 再看看小黑 觉得很不好意思 因为她什么也不会 只能呆呆地站在那儿 不知道该做什么 兔妈妈看了小灰画的画 小白写的字 小黑折的鸟 心里很高兴 她问小花 你做了什么 小花难过地低下了头 因为她平时不爱学习 所以什么都不会做 读课文 四只小兔 兔妈妈有四个孩子 小灰 小白 小黑 小黑 和小花 一天 兔妈妈拿出四张纸 分给了每个孩子 看他们能用纸做什么 小灰 小灰 小灰用铅笔在纸上画了两棵树 又画了两朵花 小白拿出圆珠笔 在纸上写了一个大字 又写了一个小字 小黑用纸折了一只小鸟 这只小鸟看起来就像真的一样 小花看看小灰 看看小白 再看看小黑 觉得很不好意思 因为她什么也不会 只能呆呆地站在那儿 不知道该做什么 兔妈妈看了小灰画的画 小白写的字 小黑折的鸟 心里很高兴 她问小花 你做了什么 小花难过地低下了头 因为她平时不爱学习 所以什么都不会做 她们就说了 答案 是